哈囉大家好 最近珠子有很多爆料的情報 包括珠子的雨衣衫加新熱mail 潤水鴨的進化形態 有些透露 也有之前也曾經說過 三頭地鼠的新進化形態 就是藍藍色的 應該估計是一個水系的 但這些不是我今集最主要去說的 我就抽了一些全新的 之前未說過未提及過 那我們事不宜遲立即去看看 官方的親生兒子之一 就是噴火龍 有很多戰鬥系統都有去討論 包括最出名的Mega系統 就看看這個最新的爆料內容 就是這幅圖片 我自己覺得顏色方面會有點像阿綠莎 看看它的爆料是怎樣說的 它這隻就說是火和鋼系統 是蠻特別的屬性配搭 更加特別的是它這隻 也是同時擁有古代和未來的精靈 第2隻就是肥波球 它這裡也有說到是一個古代的形態 雖然也是跟剛才噴火龍那張 也有一點蒙蒙的 但若有人參考了這張圖 就畫了大約這樣 最重要的就是它唱歌 不過究竟是不是也是這麼好聽呢? 第3隻就是敗路求菇 分別有兩幅圖 第一個就是對戰鏡 第二個可能是近小鏡 可以看到的真身 它同樣就是古代的形態 第4隻就是自爆磁怪 終於就有一隻未來形態 這幅圖是蒙蒙的 但也有人參考了這幅圖 就畫了大約是這樣的圖片 我自己就覺得有點像是UFO 第5隻就是咕咕 看看這隻就是古代形態 好了說完這些古代形態 未來形態 另外一些都可能是居分在豬子地區形態 第1隻就是大隻牛 不知道是不是關於第2條宣傳片 我小朋友穿那件衣服的圖案字 我自己覺得這隻 都比普通的大隻牛好看很多 因為它的顏色比較豐富 接下來是說這隻比較特別一點 真的不像之前那些 本來已經有了 某隻精靈的進化人態 就是麒麟奇的進化型態 未進化之前 摸了尾部份 就有了 但是進化之後 尾部份就伸了上來頭部份 就像戴上帽子一樣 這隻我自己也覺得挺好 之下我自己私心想說一說 第1隻就是犬類的Pokemon 這隻明顯看到它的閃電 一定是電系的真人 我自己覺得它新型的部分 也有點像第8代的竹電犬 感覺上這隻比較豐富一點 這個可能是遊戲畫面 不知道了 裡面的那隻精靈有一點點像 我之前也幾次說了宣傳片 我一個盆栽 不知道是不是它的進化型態呢 越來越令到我更加期待 那個盆栽是什麼 另外這一隻 我自己覺得是超可愛的 應該是老鼠來的 老鼠鼻的 另外這不是什麼新燈靈 可能是一點點透露 就是珠子地區的館主 這裡有6位 應該看起來6位都是館主 有一位是幾次把霧彈的 雖然麵形瘦削了一點點 這裡有6位 雖然也不太知道是什麼屬性的導管館主 說一下這個屬性的切換 暫時來說都比較空泛 就是給了一隻精靈額外的進攻屬性 這個進攻屬性呢 這裡也有一個例子 例如比卡超獲得到水晶的物體 它今換成火蟹1.5倍傷害 但實際打出去也不是一個屬性 但這個暫時也是初步的說法 因為根據爆料者說這個屬性切換 還不是員工 所以還未實際知道它的操作 到最後就是關於第三條宣傳片的消息 就是某本Pokemon的雜誌 有透露到 它說下一期下個月 會有新的寶可夢放出 可能也有一點暗示 可能8月初會有宣傳片 好了我們今集就講到這裡 不知道大家對於以上的Pokemon有什麼看法 覺得哪些是比較可信 或者你自己很喜歡呢 大家記得訂閱、讚好、分享、追蹤我的頻道 就再見 掰掰 mouths Kai 貴 感謝 貴 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